20題 葡萄酒、蘋果醋、醬油跟幼肉乳都是常見的發酵食品 請挑出錯誤的發酵菌種 那我們看到A 乳酸菌來發酵成幼肉乳是對的 而B 醋酸菌來釀造發酵成醋酸、蘋果醋也是對的 然後選項C 用麒菌來釀醬油也是對的 所以答案只有選項豬是錯的 利用葡萄酒菌釀造葡萄酒是錯的 把糖類發酵做成酒精 我們用的是酵母菌 所以是用酵母菌來釀造葡萄酒 所以選項豬的答案是錯的 所以我們第20題的答案選豬